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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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宝 秦宝 秦宝回来了 秦宝回来看你来了 你知道吗 我当了兵 在战场上立了战功 当上了军官 我没给您丢脸 没给萧叔叔丢脸 也没有给白少爷丢脸 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叫金玉山 人很可爱 您见到她 一定会喜欢她的 妈 我混得有出息 就是为了要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要好好地孝敬您 您怎么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您怎么就这么狠心 丢下我一个人 妈 你听见我跟你说话了吗 你听见儿子在喊你吗 不 这么多年来 我出生入死 每次在我最孤独 最害怕的时候 就在心里默默地喊你 你听到过吗 你听见过吗 你听见过吗 妈 儿子想你 他必须要是 爷子 我听见得来 你都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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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说了 要让我当一个男子汉 不能轻易地掉眼泪 我做到 我自从离开你以后 没有掉一滴眼泪 一滴都没有 只有今天 你别怪我 妈 你听到儿子跟你说话了吗 你回答一句好不好 就一句 就一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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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妈 知不知道 这一户 这一户曾经住过一个 先命的民主人 听说过 但是好像后来 再也没有回来了 您跟他 长得很像 街坊邻居都这么说 说我们俩长得很像 连声音都很像 你说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是啊 太巧了 可能 你没得瘦一些 可能比他年长几岁吧 天不早了 先生你早点回家吧 回家 爸 哎 我真没想到 金宝还记着我 还那么惦记我 心里还想着我 我以为啊 他早就把我给忘了 真是个堵事儿的孩子呀 你儿子想着你 你该高兴啊 别哭了 你看看 骨子呀 脸都肿了 可是我心里也难受了 我看到他 可是又不敢认他 慢点 慢点 怎么样 这房子挺大的 我用不着住这么大的房子 我也就是回来睡个觉 有个卧室足够了 哪有人嫌自己房子大的呀 大一点住着舒服啊 是啊 不过这么大的房子 我可住不起啊 谁说的 这么大的房子住不起啊 爸 爸 爸 你怎么在这儿 你吓我一跳 伯父 我的薪水您也是知道的 我这 我帮你定了 这个地方将来就是你的家 我的女儿 就得住这样的地方 可是这儿 别可是可是的啊 大人办大事 别害怕妈妈的 处长 спас了 害怕妈妈一やって 你这样是对的 ведь她 spends的 去生命 花 每个人 你们 被咏 经厌 Hadi 这就是北平的警察队伍 你们他娘的还能开枪吗 你们听好 我虽然是初到此地 但是身负重任 听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同仁 暗地里干着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事 之前的事我就倒没发生 但是从今天开始 只要我一天在职 再发现 从前查办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查找共产党 一会儿散会以后 你们要将你们的身份如实登记下来 如果有人胆敢隐瞒被我发现的话 别怪我萧柯不讲同事情面 记住 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 万事必须向我汇报 我这个人赏罚分明 一定会严格要求你们 过几天 共产党八路军 军条小组的人就要来了 我们一定要在他们面前 展现出我们国民政府的优良形象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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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处长 讲得好 你是 在下西城分局局长 伴和声 这是我的家 应该滚的是你 是你们给我滚的 萧处长 您真是年轻俊才啊 办事雷厉风行 在下佩服 解散 解散 李副官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吧 来 兄弟敬你一杯 今天这顿饭 算兄弟请的 你是来无踪去无影 一挪腿去向不明 找你啊 都急死人了 别提了 我们局里边来了个新头 新官上任三把火 今天巡视街道 明天巡视治安 闹得我们几个分局啊 都乱成一锅粥了 我能怎么样 我可听说 这金利武的成功快续 调到你们局去了 这家伙可不是吃素的啊 说的就是他 仗着打过几天仗 委员长给他颁发了勋章 跟谁说话都仰了头 牛得狠啊 世道变了 收手吧 那些东西呀 已经别干了啊 来 货呢 这个货的货呢 这货帐 这个货帐 你还没说吗 货帐 你货帐 你还没说 那货帐 你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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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叫我怎么办 谁 是谁携了我的货 龙镇江 龙爷 这事啊 将他赶上了 说死这个事我也不敢耽搁 人家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是规矩 你不会不懂吧 要是别人 我也就认了 就是因为是龙镇江 这口气我他们咽不下去 我知道 姓龙呢 害死了你爹 又折磨死了你哥 又霸占了你们范家的财产 你跟她呀 是生死对头 李副官 你他娘呢 知道我跟她是生死对头 还跟她交易 你是不把我范龙当人哪 你这是怎么说话 这年头为了钱 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李副官不是小人 他话又说回来 我也犯不着得罪他姓龙的 那批美国货 已经分发给各个部队 要打大仗了 李副官啊 这些话你骗别人可以 你骗我 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谈合作 打什么仗 明里在谈判 案底里在准备 那委员长能够轻易把地盘让给共产党 你懂吗 这么说 咱们政府 真要跟共产党干了 各战区的长官们都已经去开会去了 那这批货就成了锦销货了 做成一笔 可就赚一大笔 上到个侠令 倒卖军货 那可是死罪啊 李副官 你我还不了解 八面玲珑 但爱财如命 俗话说 众赏之下必有永福 这件事你要是能干成了 我一定给你大加钱 你出多少 在原来的基础上 我再给你加四成 给你个人再多一成 干 你干我呢 我是被人见害的 一成 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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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我刚刚接到密报 有人胆大包天 竟敢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倒卖军火 这是件好事 正是弟兄们立功的好机会 续长 谁敢这么大胆脏 这个人在咱北平 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龙镇 战争 女人 她不是严重的 婚事 全前已经有一个 好 准备 我 叫我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甭管是装着货的没装货的全部给压住了 别说是军火过不来 所有的货都过不来了 不出三天 咱们所有的买卖 就没办法维持了 警局不是已经都收通好了吗 说的就是嘛 上上下下该打点的我都打点了 可是听说最近新来了个局长 这人犹言不尽 这局长的名字叫范和生 就是我放走的那个范和生 正是他 没想到 这小子还当了局长啊 他这是东山在一起啊 都怪我当年 太大了 哎呀龙爷 您给出个主意啊 我好吩咐小的们去办呢 他这是寻家仇来了 我能有什么主意 那咱们直接干掉他 这小子现在是局长 有人有枪 我拿什么干的 龙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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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来话了 现你一小时之内赶到 余气不到 所有人枪毙 货全部扣掉 龙爷 您到底见是不见哪 我龙阵江倒要看看 这范和生究竟长着几只眼 备撑 快就我妈不信了 这范和生咱把我关进来 后悔当初没把这小子 劈成脸段 范和生啊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怎么老跳 原来范和生又回来了 别说了 过去再说 干什么干什么呀 这什么地方 随便闯啊 我是龙阵江 龙阵江 不认识 弟兄们 藏家伙 还敢打警察 反了天啊 外边干什么呢 怎么那么热闹啊 你就是新来的局长 龙爷 怎么 二十八 范和珍会不会 把萧柯给认住了呀 不可能 金宝刚离开的时候 才八岁 今天多高了 幸运地认不出来 可是同名同姓呢 范和珍这个人 一肚子坏水 他要是真的认出萧柯 那可就出大事了 行了 那我 别看我这样 一句话 别能照顾好 钱包包的粪帮兄弟 不用怕那个心烦 你说金宝都长这么大了 十几年过去了 可是我还是不省心呢 快走吧 走吧 过去的事 就是造化弄人呐 我也是深深的懊悔 冤冤相望何时了 龙爷 再逗下去 也是两败俱伤 您看 按咱们刚才商量的 各得其所如何 你怎么说 贤侄 痛快呀 这事干定了 你我联手 干出个大名堂来 现在的局势 老美都站在我们这边 天下肯定是国民党的 可是眼下 共产党缺武器 谁要货谁出钱 我给你渠道 你给我分成 咱们两全其美 你是说 把这军货卖给 共产党 龙爷 咱们是做生意的 谁给的钱高 咱们就卖给谁 到时候 你赚你的钱 我省我的官 都不吃亏 那这批货什么时候送到 今天晚上 就算 我送给龙爷的见面礼吧 好一个见面礼啊 货送到了 我就信你 不止这批货 昨晚的人 昨晚的货 您统统带走 贤侄 你是我龙震江敬佩之人 就这么着吧 就这么着 这儿的纹路 一点儿也不比我龙震江差呀 啊 这批货 江湖上讲究个一言九鼎 这批货 货你已经验过了 就等着回家拿钱吧 啊 哼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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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